比如一两年之内的事情 就可能我诞生太远的事情 我也没有规划 我觉得你规划好了 不一定到那个时间 就会按照你想象的那样走 所以我觉得还是边走边规划吧 我没有梦想过 我生活应该什么样的 我觉得就是一步一步的 遇到了自己 就认识我老公 然后就一步一步有了小孩 然后结婚 然后我觉得都是顺理成章的 我也没有预计说 我以后该是有一个什么样的生活 但是起码是在一个正常的轨迹上 我觉得每个人都要经历的 这么一系列的事情